大年初二晚上 北斗远警接获检举 有人公然拒赌前来查气 结果果然在现场就看到 多名赌客坐在圆桌旁边集体赌博 当场抓了14名赌客 而其中周赌的男子 平常就住在佛堂的西乡房 想要趁着过年找附近的好朋友拒赌 大家轮流坐庄 使用麻将牌推桶子 结果最后一群人 统统被带回警局送办 不要动 蹲下 蹲下 不要动 蹲下 圆桌旁围了一大群人 大过年的没有围炉吃饭 而是围在一起剧赌 大年初二晚上 北斗远警接获勤资 这处公庙前有民众公然剧赌 前往查看 庙前摆了几张圆桌 大家坐在圆桌边 赌得正过瘾 看到圆警到场 措手不及 面面相觑 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中纠赌的许姓男子 平常就住在佛堂西乡房 享受正过年 找亲友来赌粮法 赌客大多是许家自己人 再回到现场 他们直呼警方小题大做 可能是停车挡到其他人 才被检举 公共场所是不能赌博财物 那第二个因为他现场民众太多 所以就民众反应 14名赌客坦诚使用麻将牌 以推桶子的玩法赌博财物 且大家轮流坐庄 供其他人下注 不料远景半夜初级 查扣麻将牌骰资资赌资8万多 全爱依刑罚赌博罪 移送地检署偵办 季节戴药帽的将会报道